观众朋友 如今在城市里停车 特别像在奥克兰的市中心往往是一个老大男的问题 那我们来关心一下来自这方面的一条资讯 两家智能停车系统正打算推出高技术停车服务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这两家公司分别叫做Smart Parking和北帕的Frog Parking 前者最早也是新西兰的公司 后来被澳大利亚公司收购 成为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 后者是北帕的知名企业 为了抢占停车市场 北帕的这家企业不断的推陈出新 在大本营北帕这家企业利用传感器确定车位是否控制 然后将信息传回中枢系统 最后反馈给停车者 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推出了新的手机停车系统 这一软件系统与超市停车场的公共场所互通信息 停车者只要下载手机应用 在进入超市前刷一下软件 即可知道停车位的详细的信息 相关负责人表示 系统在技术上没有问题 但如果进行推广 则还需要大笔的投资